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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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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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二章》的《十到十二节》呢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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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马 求你拯救 我们还记得耶稣骑着驴居 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群众的欢呼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21章9节说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 和善那归于大魏的子孙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善那 马可福音的11章9节说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约翰福音的12章13节 里面提到说 就拿着中树枝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和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群众在欢迎耶稣 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是在口中 就是讲这两节的经文 那我们也看一下 再往下看27节 所以是准备献上感谢祭 把祭生拴在弹角 所以这时候准备要来献上 那第28节 诗人再一次的赞美神 宣告耶和华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想这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和一个坚定的确信 那第29节呢 与我们昨天读的第一节是一模一样的 再次宣告并且呼应第一节 作为整首的结束 所以今天我们有三点的分享 第一点是 神是拯救我的神 从第15节到第21节 我们来再看一次 在一人的帐篷里 有欢呼拯救的声音 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 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我必不致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 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 给我敞开一门 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门 一人要进去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已经应允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当我们再读一次的时候 是不是充满了力量 所以亲爱的家人 不论你此刻正在面对什么 不论你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把你的问题 把你的难处 带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经历 耶和华神的拯救 让我们一起观看 耶和华神的作为 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是 从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来的 第二点是 神是翻转我的神 神是翻转我的神 二十二节 向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耶和华求你拯救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 耶和华是神 祂光照了我们 你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 迁到弹角那里 这里提到 本来是被人看不上 看不起 不看好的 却成为最重要的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在教会的主日崇拜 安排了我们听见了很多的见证 本来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在这里 你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在这里 你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愿神祝福我们 因为我们有神 神不但拯救我们 脱离一切的患难 还翻转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人生 第三点 我们要分享的是 神是更新我的神 第二十八节说 你是我的神 我要称谢你 你是我的神 我要遵从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我不知道大家读二十八节的时候 你的感受如何 我读的时候 你是我的神 我要称谢你 你是我的神 我要遵从你 当我反复读的时候 反复的宣告 好像就有一种平安 一种喜乐 有一种力量 有一种的更新 你是我的神 后面可以加上你自己要说的话 例如 你是我的神 我爱你 你是我的神 我信靠你 亲爱的家人 邀请您可以花一点的时间 多多的来宣告 来赞美神 你会感受到好像跟神更亲近的 你会感受到好像心灵被神更新了 愿神祝福我们 亲爱的家人 今天还是在年假期间 邀请您可以分别一点时间出来 来朗读今天的经文 来导读今天的经文 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把经文吃进去 内化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都经历从神而来的拯救 让我们都经历从神而来的翻转 让我们都经历从神而来的更新 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点 第一点 神是拯救我的神 第二点 神是翻转我的神 第三点 神是更新我的神 这三点好像一个阶梯一样 一层一层的提升 神拯救我 脱离了患难 神翻转我 改变了我的处境 神更新我 提升了我的能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 特别我们今天第一个祷告 特别是要为年假期间 你跟家人有不开心的 年假很长 今天初六了 这年假已经过了好多天 那在这中间 你跟家人有不开心的 特别要为你祷告 好不好 请你把手按在心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你是翻转我的神 你是更新我的神 主啊 试得在年假期间 主啊 这些按守在心上的弟兄姐妹 跟家人有一些的不开心 不管原因是什么 但是主 求你把和好的能力赐给我们 主啊 求你把饶恕的能力赐给我们 主啊 求你把和平的恩典赐给我们 主啊 让我们每一位 按守在心上的弟兄姐妹 今天就有能力 去处理这个事情 今天就有能力去和好 今天就有能力去饶恕 今天就有能力去改变 祝福每一位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第二个呢 我们要为的就是 请注意听哦 就是在昨天 今天是初六嘛 对不对 在昨天初五的时候 你做了一个决定 在年后你要开始一件新的行动 这个就是在昨天你做决定 特别是在昨天你做了一个决定 你在农历假期之后 你要农历年假之后呢 你要做一个新的行动 特别是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按守在心上为你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是的 求你用厚温带这些 正在按守在心上弟兄姐妹 他们下定决心在农历年后 要建立一个新的习惯 在农历年后要有一个新的行动 在农历年后有一个新的计划 但是主 求你加薪他们的心力 提升他们的能力 改变他们的想法 以至于他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让他们一开始 就是在你祝福和恩典保守的里面 让他们整件事情 在你的引导的里面 可以做成功 恩待每一位按守在心上的弟兄姐妹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第三个 特别是要为在年假期间 你感觉很疲累 你觉得很累 无论是你的身体很累 无论是你的心灵很累 我们要特别来为你祷告 如果是这样弟兄姐妹 你可以按守在心上 为你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求你向我们每一个 按守在心上的弟兄姐妹吹气 吹入你生命的气息 主啊把我们一切的疲累挪去 把我们一切好像觉得的沉重挪去 主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 把我们从我们现在的环境中间改变 救拔出来 主啊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处境 主啊提升我们 主啊让我们有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到你安息的里面 主啊无论在人际上觉得的疲累 无论在工作上觉得的疲累 甚至做家事觉得的疲累 主啊或是在这段年假期间 奔波觉得的疲累 主啊奉你的名 主啊奉耶稣的名 主啊都要除去 主啊你要使每一位 按手在心上的弟兄姐妹 如荫展翅上唐 你的恩典要与我们同在 祝福在我们当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那明天就有崇拜 明天就有晚崇拜 然后还有这个青少年国高的崇拜 青崇都有 那礼拜天开始呢 我们就恢复全这个 主日一堂二堂的崇拜 还有第三堂崇拜 邀请大家可以到教会的年假结束 我们从教到教会里面 我们一起来朝见神 我们一起在敬拜神 我们一起听这个主日信息 我们可以被更新 被恢复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大家拜拜 平安